歡迎來到我軒軒大早會 我是凱莉 今天呢 我們要來做 只有台灣才有的鮮奶麻糬 材料很簡單 牛奶200克 木薯粉20克 糖15克 然後呢 一樣先後順利把這三樣倒入鍋中 小火滾 然後把它煮到濃稠 然後放涼就OK了 我們的第一步呢 就是把牛奶倒下去 再來呢 我們的素薯粉 以及砂糖 接下來呢 就是攪拌到它濃稠就可以關火 你們看已經開始濃稠囉 待會就好了 因為麻糬的感覺 你們看 我的麻糬好了 我們現在呢 就是讓它放涼 腳的我的手好痠喔 很療癒欸 你們不覺得嗎 OK 好 OK 為了加化它的速度 我把它放在冷藏先 待會呢 我們做完巧克力粉再把它拿出來囉 因為呢 我們有要做OLEO的口味 所以呢 我們就先來搞定它囉 登登登登登 我先呢 就是先把它們拿出來 轉一轉 舔一舔之後就把它壓碎 好 像這餅在上面都有我的口水 好 喔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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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登登登登登登 好像土喔 我們來綜花還有一粒飛虎水 來看成品率喔 哇 試吃時間 你們看 這個 麻糬 整個彈性超好的 我現在呢 來把它切一口 欸 它牛奶味很濃欸 其實我覺得它那個 下次OLEO的夾心來 可以把它丟下去一起做 應該會更好吃 超滿足的 下次你們也可以做做看囉 影片結束喔 如果你喜歡我們這部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們按讚分享 還沒有訂閱我們的人 趕快訂閱下去 鈴鐺要記得打開喔 我們下次見喔 掰掰